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作为贸易战发起方的美国 却没有从这场纷争中得到其余期中的收益 中美贸易战已经让美国损失了7000多亿 还严重影响到了美国的就业情况 美国认为中美应该放弃在贸易领域进行对抗 因为这种对抗会让双方都遭受损失 不过即便中美重新回到谈判桌 在短时间内双方也很难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 美国财长耶伦已经公开表示出 对贸易战政策的怀疑 因为美国似乎并没有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足够的利益 反而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场从2018年7月6日开始的战争已经让美国损失了 1080亿美元 这些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超过7000亿 除此意外至少有245万美国人 因为贸易战失去了工作岗位 引发了很多美国民众的不满 另外在这场贸易战中 中国的损失完全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为例 虽然美国对其征收了高额关税 但是其整体出口量 并没有下降 原因是企业将产品销售到了非洲和欧洲 避开了美国设置的关税壁垒 耶伦认为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部分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实际上是将压力转嫁到了 美国民众的身上而且上任美国总统和中国达成的协议 也无法彻底解决当前中美之间面临的问题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在履行该协议 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鲍文认为 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总额并未达到协议中约定的数量 2020年和2021年 中国对美商品的采购量仅达到了计划的40%和30% 如果美国愿意主动放弃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方面也愿意与美国进行沟通 但是中国并不打算放弃对国内企业的支持计划 尤其是对科技企业的支持 特朗普没做成的事 拜登恐怕也很难成功 当时美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决定对中国征收 3600亿关税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互利互惠的 中国也一直不断的加强开放的范围和深度 中美贸易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即便是在贸易战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 中美贸易额的增长率仍旧达到了8% 在华美企中亏损企业的占比不到10% 接近90%的在华美方企业 希望继续在中国经营下去 中美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协商方式来解决 中国也会不断完善自身贸易战 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中国对美国抱有善意 但也绝不惧怕冲突 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 美国经济在一年内持续遭受重创 于是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印钱的方式来挽救市场 但撒钱的弊端显而易见 因为这样会带来货币贬值 加剧通货膨胀 如今因为白宫的错误政策 美国通货膨胀的现象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国内各州物价疯涨 据美国媒体报道 纽约州 德克萨斯州 阿拉斯加州等地的物价 已经到了民众难以接受的程度 为了弥补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 拜登想要通过加征关税对各个国家割韭菜 同时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转嫁金融危机 不过由于新冠疫情的后遗症过于严重 如今美国产业链几乎处于一个半停滞的状态 但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在疫情防控取得圆满成功的情况下 我们已经率先恢复了工业生产能力 因此在全球第二波疫情来临之际 中国顺理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支点 为各个国家的抗疫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出口 由于中国处于卖方市场 对美出口量明显高于进口量 因此即使拜登想要加收关税 那么中国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提高出口商品价格 将这部分税费通过涨价又赚回来 由于中国的反制措施 美国国内的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同时由于关税壁垒 对美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极大了的干扰 因此进入6月以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内的商业团体 开始游说拜登政府要求美方取消掉 先前对中国征收的一系列额外关税 在20国际团会议期间 布林肯也透露出要与中国高层通话的意愿 不过被我方果断拒绝了 不过 当下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 日前中国外长王毅对外表示 中美之间 是否存在会晤的可能 这主要是看美国的诚意如何 如果美方愿意放弃针对中国的打压政策 诚心认错 那么中美在进行次对话也不是没有可能 根据美媒的最新报道 一些中国的工厂选择延迟或者增加增加新的订单 而其原因则是原料成本价格的上涨以及劳动力缺失 即使一些工厂采用了提高价格的手段 但这依旧难以抵消由于成本价格上涨 而带来的利润减少问题 因此中国一部分工厂计划不再进行生产经营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无论是全球的生产供应还是消费需求 都处于微米不振的状态 美国媒体强调 中国工厂的拒绝接受新订单 很有可能会对全球的整体供应链都造成影响 同时这一段时间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财长耶伦 近期都多次邀请中美经济代表 想要举行视频会谈 不断释放合作信号 美国这样着急 想要和中国的相关代表对话 又是在打什么新算盘 此次释放信号 又是否微妙展示了 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战终将破产 2021年6月 美国公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 持续上涨的数字 引发了全世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阅读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创下了13年来的最大同比增幅 尽管经历了季节性调整 但5月份的CPI同比上涨增加了5% 这是在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同比增幅 从数据上说 5月美国的CPI环比上涨了0.6% 这说明美国的通胀压力仍然在上升 即使在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之后 核心CPI环比依旧环比 增长了0.7% 同比增长更是达到3.8% 这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这一指标是自从1992年6月份以来的最大同比增幅 尽管美联储的官员 表示美国的通胀率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回落 现在的通胀高期只是暂时的现象 是过渡性的 其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新冠疫情严重冲击 并且供应链受到影响所导致的问题 然而这一轮最新的通胀还是今 吓到了全球 让很多市场投资者人心惶惶 引发了用脚投票 不仅让美国的股债双杀 还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大震荡 为什么会通胀 这一次通胀的动力是什么呢 有很多学者专家认为 这是因为供需失衡 以及货币超发导致的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美国政府 为了缓解经济低迷的压力 自从2020年下半年以来 就开启了新的一轮补库存周期 这使得原本已经分化的生产和零售端的供需缺口 逐渐缩小 甚至迷合起来 然而 事情并不是政府想的那么容易 供需迷合的速度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从2月到3月以来 美国的生产端的库存量持续攀升 而零售端的库存则有一度进入了下行通道 不仅仅是库存的名义值增速和库存销售比也一样 这样一来 供需的裂口就进一步扩大了 于是 美国一些工厂急了 这生产明显是跟不上下游的需求 那岂不是进一步刺激了 原材料价格上升吗 那大宗商品的价格 岂不是还要往上飙升 另外一边 美国政府还在加大马力印钞票 对于数月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数是无睹 作为全球最大的需求方 美国几乎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 不遗余力的接连放大招 先是在2021年3月份 公布了高达1.9万亿美元的一篮子刺激政策 又拍着脑袋酿了2.3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 前 不久拜登又提出6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货币放水一发不可收拾 这更让全球市场对于通胀的前景担忧进一步强化了 而事实上 美国为了解决通胀问题 所能使用的经济手段已经基本用完了 在2008年以前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只有8000多亿美元 而在这波美元大放水的推动下 美国的货币总量迅速上升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在不断扩张 美国的货币总量